在公元前六世纪 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 提出了地球是圆形的这些说法 只是在那个时候 这个说法普通人是不相信的 他们更愿意相信地球是方形的 走到尽头就会有悬崖 如果是海洋的话 就会有海怪出没 守护着地球的边界 到了公元前三世纪 生活在亚历山大的科学家 埃拉托瑟尼用几何学的方法 确立了地球球形的概念 他发现在亚历山大城东南 约800公里的塞伊尼城 夏至正午的阳光是直射地面 而同一天同一时刻 在亚历山大城 阳光的照射角度偏了7.12度 这个差异只能解释为 两地之间的地球表面是弯曲造成的 然后经过测量发现 这个角是圆周角的五十分之一 当知道两地之间的确切的距离 并且假设太阳距离我们是十分遥远的 照射到这里的阳光 可以看成光线是平行的 并且地球表面的弯曲率 是相等的 由此就可以计算出地球的周长 即便当时计算的结果 不一定是完全准确的 但是思路并没有错 所以埃拉托瑟尼绘制出了 当时已知的世界地图 也是当时最完整的地图 之后也有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坚持论证地球是球形的这一个理论 并且致力于推广和普及这个常识 只不过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观点 在当时仍然十分难以让人信服 因为结论都是数学推论和理论的论证 而在当时数学计算是有门槛的 不是人人都会 也不是人人都相信 所以普及上就有难度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虽然已经有不少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了 但是仍然还是有不少人不相信 认为地球就是方的 这其中就包括葡萄牙皇室的一些成员 葡萄牙人是最先进行出海航行的 但那个时候还不算正式大航海时代 只是在常识最远也就到非洲西岸的伯哈多尔角 因为那里荒凉无比附近暗流涌动 被当时的欧洲的航海者们称为死亡之角 而另一些相信地球是方形的人 则称伯哈多尔角是世界已知的尽头 一直到公元1434年 葡萄牙的航海者西尔·艾亚内斯 从欧洲的罗卡角出发 终于越过了令他们恐惧的伯哈多尔角 这才正式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这个时候呢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航已经结束了三年了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最远到达的是 非洲的最南端接近莫苍比克海峡的部分 要是葡萄牙人再早两年 说不定越过伯哈多尔角就遇上了 而虽然葡萄牙人越过了伯哈多尔角 但是从大航海早期皇室支持船队航行的政策就可以看出 他们还是对地缘说抱着一点点的怀疑态度 或者是不相信欧洲之外的海陆 还可以有其他的附属之地 所以皇室和船队之间的协议是 在伯哈多尔角以北获得的所有的物资 皇室拥有绝对的分配权 以南地区获取的物资 船队有绝对的分配权 乍一听的感觉很不错 利润巨大 但这是站在现在的地理常识下得出的 当时伯哈多尔角被称为死亡之角和世界尽头 之前的船队都过不去 你就可想而知葡萄牙皇室有多鸡贼了 虽然有很多的书籍提到了神秘的东方 遍地有黄金 但毕竟那是传说故事 而船队航行到这里肯定是会出事的 这个是当时的现实 所以其实当时葡萄牙的皇室 就是用这个美丽的传说包装出了一个虚构的故事 让船队前仆后继的为自己 来提供财富和物资 谁承想呢 原来传说是真的 船队真的赚到了巨额的利润 当然这是后话 当时还没有过伯哈多尔角 也许是利润被压榨的太多 想要牟利就必须要突破这个地理上的角 也许是那个遍地是经营的故事包装的太好 总之呢 踏上新航路的探险家们 都怀着地球是原型的信念 相信伯哈多尔角并不是世界的尽头 协议虽然苛刻 但是只要突破 就必然会有无尽的回报 他念也好 无奈也罢 总之 突破伯哈多尔角之后的大航海时代 确实对科学发展和人类对地理宇宙的认识 都有着重大的贡献 1474年 一位叫做托斯坎奈利的意大利天文学家 给葡萄牙的皇室写了一封信 这个信件最核心的内容呢 就是说 他发现从欧洲到香料之国印度 最短的航线并不是向南绕过非洲再往东 而是直接向西航行 但因为当时皇室对纯粹的地理发现不太感兴趣 所以信件当中呢 也要对神秘的东方 也就是目的地 要有一些描述 要说这么做的好处是什么 但是当时呢 这个托斯坎奈利提出的神秘的东方香料之国 除了印度 还有中国 说那里的富饶是他们从未见过的 但是 他所描述的这个信息啊 由于大量引用了马可波罗游记 就又变成听过很多遍的传说 所以这份信件呢 又被当成了是申请组建新船队去探险的 这样的信件啊 并且呢 想要预支拨款的普通的信件 当时葡萄牙船队已经绕过了博哈多尔角 带回了非洲南部的丰富的资源 这其中就包括了利润巨大的奴隶贸易 有利益呢 就会牵扯很多 所以每天皇室就会收到很多 要组建新舰队的这个信件 尽管当时托斯肯纳利都已经模拟了一张航海图 并且粗略的计算得出了中国与欧洲的这个距离 大概是一万多公里 如果是航线距离的话 肯定是算少了 但起码材料很详尽 但是呢 最终这个葡萄牙皇室 还是没有理会他的这个信件 把他的信件归纳于普通想要出海的这个信件类别了 当时的这个航海探索船队 已经可以带回巨大的利益了 所以有航海技能的人呢 在皇室当中多少都有点耳目 因为这是资助方嘛 很快的这封信就以小道消息的这个方式 被驻在里斯本的哥伦布知道了 他想尽办法搞到了托斯坎纳利的新建当中的 这些地图和材料的副本 哥伦布呢 对向西航行可以去到东方 这个观点是深信不疑的 一来呢 他相信地缘说 对地理也有一定的概念 第二呢 因为向南的航线已经有很多势力很强的船队 把物资都分配完了 自己再去啊 不会有理想当中的收益的 所以呢 结合地理常识 他觉得向西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样来说 收益就会更多 当然在这一切开始之前 还需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准备 毕竟你赚来的钱得有命花才可以 在研究了之前众多的学者专家的数据之后 其实哥伦布是有一些沮丧的 因为大家说法不太一样 有的相差还很多 所以他只能在当时比较权威的结论当中 选择自己喜欢的数据 毕竟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要么就是你有前瞻性 要么就是你比别人更傻 他用托勒密曾经计算出的地球周长 作为基础 然后结合众家之长 最终确定了自己的航线 先向南航行到非洲西岸的加纳利群岛 然后向西去到日本 并且计算出加纳利群岛和日本之间的距离 是3200公里多一点点 得出这个结论之后 哥伦布就开始准备资源和人手了 他觉得3000多公里的航线 其实并不困难 但其实这个计算结果 还不到实际距离的四分之一 当然要出海 资金到位是起航的关键 哥伦布先后向西班牙 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的国王寻求协助 以实现他出海西行到中国 印度日本的计划 但是都没有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的这个皇室 专门为了组建航队设立了专家小组 来评估每一个这个递交 这个申报的人的具体的项目 以及可行性 在评估到哥伦布航海接话的时候呢 首先质疑了地缘说的这个大前提 但那个时候呢 已经其实有很多人都接受地缘说了 所以现在看来呢 估计只是讨价还价的一种技巧 也就是说 把这趟航行先定义为肯定是会赔钱的 那么资助的金额呢 就不会过多 其次呢 哥伦布对东方的描述 还是和托斯坎纳利一样 都是来自于马可波罗的书里面的描述 被认为这是虚构的神话 不切实际 再有呢 当时葡萄牙船队 已经通过伯哈多尔角 有了固定的利润模式 所以呢 就对这些不确定的利润不太感冒 毕竟你自己已经有了稳赚的这个渠道了 谁还会去投资一些不确定的呢 那按说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哥伦布不是一般人 他听说西班牙在格拉达那打胜仗的一个消息 正好呢 打完胜仗有钱 并且准备下一步会攻占耶路撒冷 于是就提出 自己这次航行 如果得到满载香料而归的船的话呢 他只要利润的十分之一 新航线的所得 十分之九都可以作为西班牙下一步的军费 这个呢 和西班牙的战略统一 于是他拉到了投资 并开始筹备自己的航海计划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 感谢观看